台湾青年失业真的是很严重 根据最新的统计 30年以来 20到29岁的年轻人失业问题 持续的恶化当中 甚至中研院院士断景泉 前几天还说 台湾经济已经面临到了结构性的困境 如果没有办法及时解决的话 台湾恐怕会步上希腊化 走在大学校园里 面对明年即将毕业 踏入社会后能找得到工作吗 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 只是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做吧 工作机会要靠自己争取吧 主机总处资料显示 这30年来 20岁到24岁的年轻人 到了民国95年后 失业率平均高达10%以上 25到29岁的民众 到了90年破5%以上 到今年1到10月为止 则上升到7%以上 这凸显出20到29岁的年轻人 失业问题持续恶化 中研院院士断景泉曾说过 台湾经济已面临结构系困境 如果无法及时解决 台湾恐怕走上希腊化或西班牙化 但有学者更分析指出 以结构性来说 希腊只要景气恢复 年轻人容易就业 但台湾不同 景气好坏与否 年轻人的失业情况 还是不见改善 我们曾经在2006年到2008年 这个景气是复苏的 技术上率是上来的 整体的失业率也是在下降 可是在那个阶段 我们的年轻人的失业率 还一样继续往上攀升 学者建议政府应解决 长期结构性失业问题 而非只是解决短期的失业率 除了回归教育面 从大学学历转而继执教育外 要能提升企业的用人意愿 不妨补贴就业津贴 像是鼓励企业只要用一个人 政府就在月薪上补贴约3000元 应该就能解决低薪级就业机会 接着沈小青 陈信龙 台北报道 %西兰当地生